做两种口味的韩式炸鸡 开个万圣节小party 今日火食 韩式炸鸡透通 原味和辣酱炸鸡 先腌一下鸡肉 50毫升两勺为准 半勺黑胡椒 半勺盐 一勺料酒 和一些姜片 抓匀腌制20分钟 对个油炸粉 面粉 淀粉1比1 混合均匀 油炸粉1 冷水1 就是湿面浆了 腌好的鸡翅均匀裹上湿面浆 再裹上油炸粉 再准备11月1号的直播 和工作时的小伙伴们 忙里偷懸 开个万圣节小party 油温4-5成下锅炸7分钟 捞出控油 油温升至6成 复炸1分钟 炸至金黄捞出 原味炸鸡算是完成了 制作辣酱 一勺白糖 一勺辣椒面 一勺蒜泥 一勺番茄酱 一勺韩式辣酱 一勺麦芽糖 半勺酱油 半勺水 小火加热至白糖融化 放一包火气面料会很好吃 今天就不给你加辣了 根据喜好倒入酱汁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准备3 2 1 我来 蹦迪 蹦迪 下面是糊吗 掉下去会死吗 两个人一起死 有双人跳吗 只要大人跳的也双人跳的 今天是我们九周年纪念日 每年我们都会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 结果只有只能单人跳 大金说他要挑战自己 有大事 12场老名 我都给倒了就 还睡搜 会弹几次啊 大概多长时间 你先跳 我先跳谁给你拍啊 不哭不哭不哭 我跳过没事 不要伸头看 有什么话要呢 这是柯基的屁屁 求大神分指教这是怎么回事 跑出来了柯基 他说好久没有吃到软软的青芝士蛋糕了 今天就在家挑战一下 毕竟我也是个会做马卡龙的男人 130克奶油奶酪 85克牛奶 40克无盐黄油 喝水搅拌至黄油融化 再倒入蛋黄糊里 跟倒边搅拌 25克低筋面粉 10克玉米淀粉 过筛 搅拌均匀 打发蛋清 65克白糖分三次 打至软软的鸡脚 分三次倒入蛋黄糊中 倒入6寸模具中 把气泡拍走 烤盘上倒热水 预热好的烤箱先烤20分钟 如果不知道厨房的家电在哪里买的话 给大家看看拼多多内部流出的 双12百亿补贴清单 我们家用的都工东微波炉才368 Apple 12更是直接补贴900块钱 这就是拼多多式的超强杂钱补贴 还有还有 32岁的小阿姨保持年轻的秘诀 大排化妆品也超便宜 亚世兰的小中平三折 还有拼多多双12晚上会狂扫50亿红包 最高1212元 现在就点击下方图标去试试吧 再调制140度烤40分钟 怎么裂开了 实话我重新做也没有信息能成功 有点像鸡蛋糕 然后再调制140分钟